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覺得剛剛伊莉講得很好 喝酒就是喝油 再來就是很多 餃子類包起來的 其實他也很油 六聲都是油 他為了要好吃 譬如說水餃 水煎餃 肉包 湯包 燒賣類的 然後通常港式飲茶比較會中標 他都是包起來的 是 你當時你做這個生理 你不要看到這裡 拜託 電視不用乖 大腸麵線 他會胖肝 大腸麵線 剛好是 都是容易回燙 對 散步是要吃 那再來就是五花肉 內臟 油炸的 和牛 這些都算高油的 能夠避還是要避 偶爾吃一點 減少啦 我們通常會給一個 比較放鬆的日子可以吃 我們減重沒有說 就是都一直很嚴謹 可能你給自己一個 比如說有的人他可以 一天就放鬆兩小時 那滿鬆的 大概一個禮拜放鬆一天 或是兩個禮拜放鬆一天 但那一天其實你可能在 比如說禮拜 禮拜要跟你們家人去吃飯 大餐 聚餐 那你通常就是在禮拜一 或禮拜二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實施 比較嚴格的這個飲食控制 這樣回得來 如果超過三天以上的話 要回來是比較難的 OK 所以這個時間點 可能要上的控制 是 是 那這個郭烏承 我想郭烏承你頭就完了 就這麼轉步了 這幾對奧入座 這幾對奧入座 好 那他高情景 一天吃一餐OK嗎 多數來說我們是沒有那麼建議 如果是腸胃比較不好的人 特別不建議 因為我們曾經也有遇過 就是大家有聽過 那個168斷食 就是16個小時都不吃 那我們也有遇過那個個案 他這樣子的做法 一兩年之後 然後有一天去健檢 就那個醫師就說 你這個胃有點發炎 要注意囉 那時候還沒什麼感覺 過一陣子之後 就半夜就是說送醫院急診的 就是這個 本身生活壓力又比較急 又比較大 然後他這個胃最後 就是沒有辦法 再繼續做一六八斷 一直很嚴重 對 一直其實慢性的 在有一點受傷 有一點傷害 所以這個跟生活壓力 跟這個人他的 高刑警現在是沒什麼壓力 很有關係 是沒有壓力 但是我上節目 我這樣六指甩就有錢了 沒有 我跟他一樣 我都把錢做公益 都要給大哥做公益 我不把錢當錢 我是把錢當命 是 但是我吃的都很健康的 所以我自己煮的 這是你的一餐嗎 我做一餐 就是五股豬狼麵包 一個蛋 然後地瓜葉 看一下這是韓吉祥 你自己炒 我自己炒 會水 燙水 這樣喔 含油就沒有 沒有 這牛奶 豆奶 豆漿 對 那這煎蛋 荷包蛋 對 那這 五股雜糧麵包 五股雜糧麵包 這都一餐 一禮 你就這樣一天只靠這些 對 然後晚上就吃麥麩 那個 那時候就喝麥麩麩 那個麥片 咬下去 麥麩麩 一禮這樣有夠嗎 先說這一餐的內容物 是正確的 就是它的營養配比 是OK 因為它兩分蛋白質嘛 然後澱粉跟很大量的蔬菜 但是如果它一天就吃這樣子 跟晚上的麥麩 這樣它回來可能會有肌少症的問題 現在就有了 我現在肌肉就變少了 對 你可能有肌少症 因為第一點 它本來會有糖尿病的病食 在頭上 它還會用藥嘛 對不對 你現在的飲食裡面 你一天給我吃一餐而已 晚上 等於是晚上又多一點點澱粉 避免晚上夜間血糖太低嘛 我想應該是你 你怕晚上會 就是血糖太低會休克 所以它吃一點麥麩這樣子 但是這個蛋白質不夠啊 它有兩份豆漿啦 不過你這樣一天也給它兩份蛋白質而已 所以其實是不夠的啦 所以咬敗可能伴隨著 會有肌少症的問題 那他要補充什麼 他其實他 我建議啦 因為通常這種病人 就是說他只有一餐吃習慣的人 他不可能一下子 像我們正常人恢復到三餐 我會先建議他先兩餐開始 那第二餐的時候 你也可以依照這樣子的配比 去做第二餐的選擇 比如說兩份的蛋白質 就是說你捐兩份的肉 看你要是要捐豬肉 還是要捐魚就捐兩份 菜就是大量 大量的菜 然後你看他都去吃 他沒有吃那種一般的麵包 他吃五穀麵包一種啦 所以其實它的營養概念是有 但是它的血糖問題 我建議它還是先改成兩餐 會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那個血糖如果控制不好 其實很容易又抓起來 這也是你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 那都是電鍋蒐的 這個木耳 這個金粿 金粿 南瓜 這個洋蔥 洋蔥一顆 還有胡蘿蔔 這個人陣在裡面 對 所以你看他沒有肉 他沒有蛋白質 就是說他沒有蛋白質 但是我講 還要講我講 你吃這樣怎麼會不會餓 不會餓 你不會餓 我是覺得他沒有蛋白質的來源 其實對這個控制血糖 跟他的肌肉量 其實是很影響的 因為我的目的 現在是只是先減重 然後把我的那個脂肪先排掉 那如果減重跟排掉 我現在脂肪已經排得算是還OK 所以我再來就是要跟那個 那個 以你講就是說 我目前可能就是會調整 第二餐 那第二餐 其實我就是吃純麥片 跟加牛奶而已 就是麥片加牛奶 第二餐來 因為一次吃三餐 可能我就會 脫了 所以你兩餐 不過你蛋白質是真的不夠 不夠 因為你的身高體重 其實現在很流行 健身房也有那個蛋白粉 對 我也買 一罐這麼大罐 那個就是 其實它泡熱水 然後攪一攪 然後很多種口味 巧克力啊 什麼香草草莓啊 很快喝 就其實它的蛋白質 那高蛋白人會長肌肉的 那高先生 你一天走三萬步 開完結時間 如果慢慢走 就是爬山的話 大約走七個小時 七小時啊 對 七個小時 你整天都溜運動 對 都走路而已 然後那個大太陽 我就帶領土立 也是一個走 我都從木炸那個山上 走到貓空 然後再繞到新店的山區 走北一路 從北一路下來走那個中心 那個北新路 再從北新路 你走路 走七點鐘會撐到錢 有耶 真的沒撐到 真的撐到 撐到五百塊 對 五百塊是不用上腳的 就直接滾下去 太上腳 從此獎勵 OK OK 強益 這運動量很大 很大 運動量很大 你現在有感覺 幸福結很輕鬆嗎 我現在本來睡覺會這樣 有一個壓迫感 然後 在那個床上面像煎魚一樣 煎魚 晚上十點 拿到邊邊兩三點 睡不著 現在 之前 之前 對 因為又大床 然後有一種那個APP 就是那個你可以下載 你打呼的時候 它會幫你錄音下來 對 然後隔一天房間 你有可能打呼十幾次 對 那聲音先說什麼 很大聲 很大聲 有頻率的 有頻率 過率 現在APP很流行 你下載你就知道了 我聽人 你打呼 最常見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看一下 水星的 是不是 那是水星的 沒有它有一個那個 就是忽然停止對不對 對 睡眠呼吸中 這是睡眠 這不會吸引 會吸引 真的啊 所以這個一定要減肥 醫生有跟我講 你要先把體重降下來 你要健康才有機會 第二個健康 你如果每天靠吃藥 或光靠運動 你的體重身體沒有降下來 只是用藥物再維持 這個是完全沒有辦法 根本你的身體 那你打算再降嗎 我打算再降 你現在已經降到現在 85 85 還要再降多少 我預計降到80公斤左右 80公斤 我因為我以為185 185 現在降80喔 你的目標是80喔 要變105 算一下 因為我現在是85公斤 你如果降到80 你BMI23 23 也可以吧 可以啊 可以 因為很高 對... 沒問題 強益... 很有意志力的人 就... 就像小孩一樣 慢慢做 就自己做了 那現在你這樣降下來之後 有女生開始追求嗎 沒有同樣也有 不可以啦 開玩笑 沒有啦 有啦 那... 你一口 阿姨你問我怎麼說的 好 來 這個我們也來這個 請孝成分享 你減肥你本來多胖 本來最高的時候是86.58還是85.6 忘記 反正這個數字大概就八十多了 好 八十六公斤 現在都... 減到最低多少 我現在的話是六十五 哇 你也減到二十一公斤 可是我是漸進階段型的 沒有那麼快速 對 因為我最早的時候 剛剛講到八十六 八十五 八十六 那個時候是因為 我當時的說是... 你的故事等一下來說 來 先休息一下